歡迎收看每日之點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 將嚴格禁止美國資金投入中國敏感技術 並要求其他科技投資時候必須通知美國政府 這項行政命令授權了美國裁長 禁止或限制美國投資於中國的三個領域 包括半導體、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 以及某一些人工智能系統 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舒默 就讚揚了拜登的行政命令 他說美國正在採取戰略性的第一步 以確保美國的投資 不會用於協助中國的軍事進步 他說國會必須將這些限制寫入法律 並且加以完善 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政府會就限制的適當範圍 進行多輪的公眾諮詢 預計其相關的限制 會在明年才會真正實行 又說新的限制只會影響未來的投資 加拿大政府表示 中國社交平台WeChat上面 出現了虛假信息的行動 散播關於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 莊文浩的假消息 並且認為中國當局很可能就參與其中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就表示 6月份就國內保選監控社交平台時 發現莊文浩在5月期間曾淪為了網路行動目標 在WeChat上面的新聞帳號發布 分享並且強化了大量關於莊文浩的虛假或誤導陳述 涉及其背景、政治立場以及家族傳統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又說 分析顯示中國很可能在這個信息行動中發揮作用 但由於是隱蔽行動 沒有辦法確定中國下令和指揮這個行動的明確證據 加拿大當局曾經說 中國的外交官趙毅就曾經恐嚇莊文浩 以及他的家人 以阻礙他的反華立場 並將趙毅驅逐出境 中方其後作出了對等回應 下令另一名加拿大的外交官離境 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軍事會員會 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 勞動黨總書記、國務院委員長金正恩出席會議 他概括和分析當前朝鮮半島的形勢 決定以進攻性的軍事行動全面加強戰備 會議又討論了組織問題 任命了李永吉為深印的總參謀長 接替被解除職務的嫖壽日 金正恩說中央委員會的軍事戰略 是事先納制敵人的兵力使用 爆發戰爭時 消滅敵人各種形式的攻擊行動 要實現這個戰略 關鍵在於擁有強力的軍隊 具有威力的打擊手段 各部隊要繼續進行機動靈活的戰略部署工作 他又說要積極實施訓練 有效運用新型武器裝備發揮最大的戰鬥效果 提升軍隊的戰爭執行能力 韓聯社就分析 在韓美即將於月底舉行連行軍演前夕 北韓有意將軍事緊張推向頂峰 為武力挑釁尋找借口 俄羅斯國防部說 過去一晚在克里米亞附近擊落 或者壓制了11部烏克蘭無人機 另外還摧毀了兩部飛向莫斯科的無人機 國防部說 在克里米亞的沿岸城市 俄羅斯海軍 克海艦隊基地所在的那個城市 防空系統就擊落了兩部烏方無人機 另外九部受到了電子戰的手段壓制 都在克海墮落 國防部說 挫敗了基辅政權利用無人機 發動恐怖襲擊的企圖 事件中沒有造成任何損傷或者傷亡 另外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昨天表示 隨著芬蘭加入北約 俄羅斯將會在西部邊境集結軍隊應對威脅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8月9日報道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當日在國防會議上表示 波蘭正在組建一支所謂的 波蘭烏克蘭政規軍 他說這個計劃是借確保烏克蘭西部安全之名義 行佔領烏西部之實 詳情如何? 巴士的部的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說說 Anthony 你好 北京上個月也發出類似警告 但是烏克蘭的媒體就說 有關波蘭、立陶宛、烏克蘭計劃組建聯合部隊的消息 是不確實的 趙伊古9日在俄羅斯國防部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宣稱 他說現有的風險和波蘭的軍事化有關 波蘭已經成為美國反俄政策的主要工具 根據邵伊古的介紹 波蘭當局打算組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 為此他們開始從美國、英國和韓國大規模購買武器 包括坦克、火炮系統、防空導彈防禦系統和戰鬥機 趙伊古補充說 此外還有建立所謂的波蘭、烏克蘭政規軍的計劃 表面上好像是為了確保烏克蘭西部的安全 但實際上是為了隨後佔領這塊土地 趙伊古認為西方正在集體對俄羅斯發動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並稱芬蘭加入北約和瑞典未來入約是嚴重的不穩定因素 他還指出 自從2022年2月以來 北約非歐洲國家的部隊人數已經超過3萬 增加了1.5倍 早前普京亦表達過類似的看法 在7月21日 普京在俄羅斯聯邦安全理事會會議上宣稱 波蘭希望在北約的保護傘之下 組建某一種聯盟 直接去干預烏克蘭的衝突 並在那裡私下更肥的一塊 普京當時回應了有關波蘭、立陶縣、烏克蘭計劃組建聯合部隊的消息 普京表示 如果消息是屬實 這不是某種形式的僱傭兵集結 而是一支常規組織良好的裝備精良的軍事編隊 將被用於在烏克蘭領土上實施軍事行動 甚至佔領烏克蘭領土 普京提醒 雖然說這支聯合部隊據稱 只是用於確保烏克蘭西部地區的安全 但是前景顯然易見 一旦這支波蘭部隊進入了利玉夫 或者烏克蘭其他地區 他們將會永遠地留在那裡 網傳消息指 該聯合部隊正在在波蘭組建 要加入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 波蘭國防部正在鼓勵 波蘭的公民加入這支部隊 並大規模地向軍人發送短訊 自從俄烏衝突在去年爆發以來 烏克蘭和波蘭一直是堅定的盟友 但是在波蘭呼籲歐盟延長對烏克蘭農產品的進口禁令之後 兩國的關係就變得微妙了 在7月31日 波蘭總統外交政策顧問普日達奇在電視上談及 波蘭對烏克蘭農產品的進口禁令的時候 表示 波蘭政府是必須保障波蘭農民的利益 烏方應該對波蘭給予的幫助表達謝意地說 這種言論引發烏方的不滿 烏克蘭8月1日召見了波蘭大使 作為回應 波蘭也召見了烏克蘭駐華沙的大使 當天晚上遲些的時候 扎連司機就開始打完搶 就宣稱 烏克蘭是感謝波蘭長久以來的支持 兩國的友誼是不可以出現裂痕 並呼籲保持冷靜地說 謝謝Anthony 深圳市肯案辦就香港各界人士 提出取消俗稱為黑馬的健康聲明卡作出回應 表示目前港澳旅客的健康申報已經進行了專項優化 填補項目大幅精簡 深圳市口岸辦又說 旅客過境的時候需要進行健康申報這項事項是屬於國家事權 深圳市口岸辦也已經積極向上級主觀部門反映 對於長者因為不適用智能手機而在填補健康聲明卡的時候遇到困難 深圳市口岸辦就說口岸現場有工作人員可以協助填寫 而考慮到關口來往中的旅客長者比較多 對於智能手機掌握不熟悉 現場的工作人員可以代為操作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今天在多區拘捕了四男六女 年齡介乎26至43歲 說他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全盟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煽動暴動 警方調查顯示 被捕人、涉嫌全盟612人道支援基金 接受不同的海外組織的捐款 並向一些支援途道海外人士 或推動制裁香港的組織提供金錢援助 警方根據法庭的手令搜查了被捕人的住所以及辦公地方 並且檢獲了有關文件以及電子通訊工具 被捕人驗證扣留調查 警方行動仍然會繼續 不排除會有多少人會被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行 和處理印尼駐香港總領事會面 就印尼家庭用工的就業服務費用的議題 重新了特區政府的立場 孫玉行說處理總領事在會上澄清 安排人用來香港工作的收費架構並沒有改變 就印尼人力的仲介會 上星期向本港職業所發出的信息 處理總領事也表明 印尼的人力仲介工會不代表印尼政府 他又說處理總領事都指 雙方政府的政策和規則維持不變 有關引用來香港就業的事宜應該一如即廣 繼續由印尼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進行商討 孫玉行向對方表示 為了維持香港和印尼長久以來的友好 互惠和密切的合作關係 印尼方面不應該就輸出引用的安排作出 導致增加香港僱主負擔 或者降低引用來香港就業機會的調整 此外任何變動都應該一視同仁 不應該針對香港 他又說特區政府會繼續 和印尼駐香港總領事館保持溝通和合作 保障在香港的引用以及其僱主的利益 維持香港作為吸引外用離香港工作的地方 特區政府也會繼續支持 和和其他地方積極商討 包括和孟加拉國和柬埔寨 以拓展本港外用的來源地 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就說 計劃今年年底 引進以信用卡入閘港鐵 提供更拖車費的電子支付選項 港鐵首部雙層電動巴士 認證進行設計和生產階段 預計在年底完成 公司計劃未來數年 引入至少30部電動巴士 並且已經開始籌備 引入輕能的輕鐵列車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金澤培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 未來5年將投放超過650億元 更新鐵路的資產以及保養維修 東沖線沿線的主體工程已經在今年5月份開展 而屯門的南沿線、東鐵線的古洞站 和東沖線的小豪站都計劃在今年內展開工程 北環線的項目預計在今年稍後刊現 至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有關鐵路線以及新科學員 白石閣的車站規劃就仍然在設計階段 每日資本新聞就說到這裡 到